民眾拿出手機拜提供 這個方向沒訊號 換那個方向也是沒幾個 如果進到屋內 幾乎是完全沒訊號 聯絡不方便 民眾苦不堪言 這裡是台中大理十九甲地區 人口有兩萬多人 人口相當密集 2017年有民眾使用空拍機 從空中鳥看 發現一處老人會館的頂樓 有人租給電信公司架設基地台 還用整首的廣告看板擋住 居民擔心電磁波太強 會影響身體健康 影響孩童的成長 拉布條上街抗議 居民堅決反對設置基地台 逼得電信業者 最近把這一區的基地台拆掉 屋頂空空蕩蕩 不過也連帶產生後遺症 許多民眾開始抱怨 手機收訊不佳 就是收訊不好 收不到訊息 在室內收不到訊息 而且生意也接不到 19甲地區裡內有公有設施 議員認為可以活化利用 我們公有的活動中心 還有我們一些公有的一個土地的話 是否可以來增設基地台 讓民眾有良好的一個訊號 也有民眾建議 可以在另外橋梁的潮頭 設置基地台 也有人說可以裝設強坡氣 看能不能有所改善 但電信公司回應 潮頭設置基地台 涉及河川高攤地使用問題 裝設強坡氣 只能增強訊號 無法改善收訊品質 根本的解決 知道還是得設置基地台 後續會進行個案輔導 積極跟民眾協調溝通 尋求解決之道 華視新聞 林建峰吳一哲 紅年輝SNG小組 台中報導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 小鈴鐺 和天啊 平安